关注甜蜜君,看剧更精彩 大家好,我是甜蜜君 素素与叶华的爱情让人刻骨铭心 素素,是叶华第一个心动女孩 叶华对她,处处充满了恋爱与包容 她把所有的温柔与深情都给了她 叶华是九重天上的太子 身边有陪伴她长大的树井 有对她一面清新的绿秀 和爱恋她的妙亲 还有更多仰慕她的女仙 她都不曾给过机会 素素是怎样把叶华聊到手的 秘诀一,当然用草聊啊 莫渊对叶华说 她还是精莲的时候 思音就时常照料她 所谓的照料 其实就是常常用草给精莲挠痒痒 就是传说中的逗女王 有莫渊的元神养护 精莲放在莲池里 需要什么照料呢 这一脑 确实把小精莲的小猩猩聊到了 毕竟昆仑区其他人都是钢铁直男 走过路过也不会看一眼 莫渊用元神精心养护 也只是远远看着 还没成人行时就情窦初开 要不然思音转过来 你为什么要躲呢 前面已经分析过了 莫渊是喜欢思音的 她用元神养护的精莲 也喜欢思音 也许小精莲也是受到莫渊的影响 心意感通 第二次 还是用草聊 叔叔看到叶华受伤 用草来敷伤口 你甭管那个草是不是会加重伤口的腐肉草 总之让太子认为 嗯 他的心是好的 秘诀二 为他吃生肉 聊帅哥不能走常规路线 你必须反套路 更何况是帅气多精的太子 太子平日养尊处优惯了 平日里何人敢威胁他 你不吃生肉 我就把你的初吻夺走 生肉这个东西给他留下极大的心理阴影 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印象深刻 他前后提了好几次 用人生接近叔叔时提了一次 叔叔当时还说是谁那么不识趣 沉睡醒来后 两人隆情密意识 给白浅回忆曾经的点滴 还不忘提吃生肉这件事 叶华为什么会那么喜欢叔叔呢 白浅是四海八荒第一美女 虽然很多人都认为 叔叔与白浅相貌无恶 但叶华只是认为叔叔相貌一般 叔叔一个凡人 没有法力 不会做饭 爱迷路 她是怎么抓住叶华的心呢 两人的甜思因缘 叶华是小青年的时候就喜欢思音 初见叔叔与梦境中的她相似 有莫名的亲近感 即使她说过修成人形便吃气记忆 但这种感觉依然存在 而且看到昆仑须的法器 激发好奇心 叶华儿时的经历 叶华是个缺爱的孩子 叶华和莫渊原本同是父神的儿子 父神那么有父爱 用一半的神力为她缩先胎 若是跟莫渊一起出生 想必会是个活泼洒脱的性格 可惜叶华投生到了帝王家 看世光鲜亮丽 其实饱受苦楚 从小受到帝王寺的教育 切少母爱 成日读书 没有朋友 形成孤僻的性格 外表再强硬的人也渴望被爱 在叔叔那里她第一次感受到温暖 叔叔的温柔善良 而且因在封印秦昌时 被封印了法力与记忆 流落到了东荒郡吉山 因为没有了记忆 无依无靠 每天与小动物为伴 叔叔的爱心让他们相遇了 叔叔的善良让叶华打开心扉 叔叔三根叶真心实意 无微不自的照顾他 虽说对他的伤口没有半点好处 但他很享受这种感觉 回天宫包扎完伤口 主动再去接近叔叔 却发现被占了便宜 毕竟是五万岁的纯情少年 手伸如鱼数万年 第一次被姑娘搂着 好害羞 闭上眼睛好满足 跟叔叔相处的轻松温暖感 让他很留恋 一再自欺欺人以报恩做借口 其实是内心忍不住想触摸这种温暖 叔叔的柔弱激起了他的保护欲 叔叔一个烦人 没有法力 不会做饭 会迷路 他一直怀疑他一个人是怎么活下来的 在叶华心中 叔叔是需要他保护的 叔叔是叶华的初恋 叶华向来是冷面冷心 是叔叔让他懂得了爱的感觉 跟三叔讨论正事 想的是叔叔怎么吻他 初恋意外被夺走后 叶华开始排测别的女人 原先他已白显了婚事 对三叔说 不过就是窝窄之侧多睡一个人罢了 三叔还说他通透 认识叔叔后第一次反摩天君 要求延迟婚事 迈出了做个叛逆孩子的第一步 估计想着陪着叔叔一生 也不过就是天上的一个暑假 叔叔要睡他 主动变出人生 半夜起来把叔叔抱上床 这是被楼上瘾了 一个人睡 竟然觉得床有点大 行这个东西 未尝事实不觉如何 一旦得了他的甜头 就再也放不了手 叶华提出要报答 叔叔说 我什么都不缺 叶华说你可以慢慢想 叔叔紧接着一句 你不如以身相许 这个小姑娘看似蠢萌 其实套路也很深啊 叶华又惊又喜 本想撩妹 不料被姑娘抢了先 先是吃惊 之后嘴角藏不住笑意 好,以身相许 原本开始叶华没往这方面想 被她往这边一带 觉得这个主意甚好 叔叔被反撩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我本以为你要考虑个两三日 叔叔这一生走过最长的路 就是叶华的套路 黑叔叔感动 叶华假装受伤 看到为她擦伤口的叔叔哭成泪人 想必是触到她的内心 这个姑娘真的好善良 叔叔在以为她是妖怪时 表示不管她是谁 都愿意生死相随 她很感动 成亲后的日子里 虽然叶华常常突然消失 聚少离多 她没有指责 而是信任和包容 看到叔叔在林子里等了她大半年 叶华很是感动的 第一次有人不是因为她太子地位 相貌清新她 她一次次的问叔叔 如果我什么都没有 你还会跟着我吗 每一次叔叔的肯定回答 并告诉她我们无需羡慕旁人 让她更进一步爱上她 对叔叔的亏欠 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会到深爱的程度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前世积累了很高的缘分 今生一见到你怎么样都喜欢 另一种就是亏欠 叔叔生下阿林就跳下了朱仙台 跳前叔叔对叶华说 从此以后我们两不相欠了 这让叶华无法释怀 她一直忘不了叔叔的原因 一方面是初恋美好记忆 另一方面是愧疚感 明知她没有错还亲手挖了她的眼睛 若没有认识她本可以一丝安稳 却因为她最终跳下朱仙台 对她说互不相欠 可每次做梦的时候都会想起这句话 因为她心里明白 她是欠叔叔的 叔叔跳前留下两个重要信息 一个是我在朱仙台 言下之意是你快来吧 另一个是 这是树井告诉我的 言下之意是树井框我的 你记得帮我报仇 依我看 这个姑娘也不简单呢 骨子里还是有白浅的风采 叶华最爱的人是叔叔还是白浅呢 她最爱的人是叔叔 而白浅和叔叔是同一个人 她才爱上白浅 有点爱乌吉乌的味道 我爱的人就是你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都爱你 叔叔和白浅两人其实性格差异很大 虽然都说过那句话 你若负了我 我便弃了你 叔叔温柔善良 纯真体贴 白浅性格洒脱 透出一股傲气 真正爱上一个人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 你就是你 回答两个问题 问题一 叶华一直以来对别的女人都无动于衷 在讨龄时初见白浅 为何会受她迷惑 哲言解释了 第二天白浅醒来说 昨晚迷迷糊糊轻薄了个少年郎 哲言说 你们九尾狐足的迷魂术连我都破解不了 所以昨晚白浅是对叶华下了迷魂术 叶华才跟她亲热 看到重点没 重点是在意到底是谁给哲言下了迷魂术 都知道一开始哲言是追狐厚的 也就是白浅的母亲 没有追到 所以狐厚不可能给她下迷魂术 另一个跟哲言走得最近的就是白浅 嗯 编剧也很会哦 下次做一期责言和白浅是什么关系 想看着小伙伴举手 问题二 为什么莫渊醒来用了七万年 叶华用了三年 叶华是因为玄金冰棺和无望海 才那么早醒的吗 那白浅是不是白为了莫渊七万年新头选 其实不是 莫渊的情况和叶华的不一样 生计东皇中时 莫渊用的是自己的元神 当时已经赠税 她用了七万年修补自己的元神 叶华则是因为父神用了一半的神力 为她做了金莲仙胎 这神力一直藏在她的元神里 去取神之草 又得到了父神另一半的神力 她是以父神全部的神力 抵了东皇中的灭天之力 自己的元神陷入沉睡 经过玄金冰棺和无望海休养 三年后醒来 莫渊的原话是 父神当年用一半的神力 做成金莲仙胎 后来这神力便一直随着她 藏在她的元神里 三年前 叶华砍了盈州的势头凶兽 得了父神另一半神力 想必叶华是以父神的全部神力 抵了东皇中的灭天之力 元神被这两份力冲得损伤了些 便自发陷入一轮沉睡 她这一轮沉睡 本宁睡三个几十年 可玄金冰棺是个好器物 无望海 虽是成天竺遗体的 却也是个休养圣地 才叫叶华子三年变人醒来 由此可见叶华并没有魂飞魄散 只是沉睡也就不存在腐烂的问题 墨原是元神与身体分开了 所以要白浅的心头学养护 好了今天就分析到这里 我是甜蜜君 我们下期再见